这一节呢我们看一下Arctime中字幕块的创建调整技巧 那这边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PR或者说打开我们的Arctime 首先我们前边也看过通过功能 这边有时候呢我们点不上是因为它的这个兼容性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发现点击功能弹不住对话框 你可以最大化点击一下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去清空所有的字幕块 然后再最小化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时间轴上如果没有任何内容的话 这边呢也不会出现任何字幕 那我们建立字幕的方式 我们看到这边你的光标就是时间轴 它从零开始然后从左往右进行播放 如果我们想加一些字幕块 你可以光标定位好位置 那我们看到你可以去点击这边不同的轨道 可以看到这个眼睛 那我们这边先按下回车键 它会在我们上边的字幕块上去建立我们这个字幕 长度呢我们看到只要你选中按回车 那么长度都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在这边点击插入新的轨道 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你有下方的轨道 上方的轨道 注意我们这边的光标 你可以右键刷新一下 按下回车键 那我们如果说在同一个轨道章进行选取 那么它就会重叠上去 那如果你想删除它的话 你可以移动 甚至是选中它按下delete删除键 让它删掉 那我们看到默认时间它都是一个两秒 也就是两千毫秒 那这边我们如果选中它的话 怎么样去设置它的时间 我们这边呢有个齿轮点击一下 这边的设置我们看到默认就是两秒 你可以改成三秒甚至是其他的时间 那如果你修改之后 你再去建立的话 那我们这边选中 按下回车键建立 它就是三秒的时长 那我们这个是功能清空所有字幕 那么回车键呢 是可以去建立一些空字幕的 那第二种方法就是 我们直接按住键盘的out键去拖动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轨道上 你按住out键 苹果的话是按住optoption键 那你拖动的话就是一个字幕 字幕要多长就是自己去拖动了 还可以去拆减移动 那如果你不按的话 它就是一个圈选 你可以圈选一些字幕 如果你按了的话 就是画出一个新的字幕 这是它的一个使用区别 那我们在前面呢也讲过这个D的这个快捷键 在这边你可以点击 那么它会加载你上边已有的这些文字 那注意我们到这边 点击不上的话就最大化一下 然后点击一下这个按钮 因为这个是一个bug型的一个显示 那可能是我录制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快捷键的冲突 然后我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我可以一边播放 一边去拖拽生成我上边的这些字幕 这边比如说我输入一二三 那我这边就可以看到 当你播放的时候 你就可以拖动生成一 然后继续播放生成二 这个就非常灵活了 然后比如说我三二一 我这边功能清空下字幕 前面我们也讲过 如果你用这个 J和K呢也是可以生成的 这个呢我们前边呢 也演示过很多次了 那我们如果说拖动一个视频进来 移动一下它的位置 然后我们这边 选择我们这个字幕拖动进来 单语言 继续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个文字字幕呢 进入之后 我们可以去点击这边的拖拽工具 你可以看到文字 因为我们选的是单语言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 你可以一边拖一边去拖 甚至是用J和K去设置 那我们看到我们拖动和JK呢 都是可以去实现的 我们在双语中 如果用单语言去放的话 它就是一中文一英文 一中文一英文 这样子往下去走了 那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字幕呢 它是有这个长度 包括大小的 怎么样去调整它的时间 你直接拖动 可以去移动它 那两边 彩点就是它的长度 那我们选中它的情况下 比如说你点击一下选中它 按键盘的左右 或者按住左右 还可以去滑动它 这边我们看到上下 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轨道 因为我们不只是只有这一个轨道 你还可以把它移动到其他的轨道上 然后在这个片段上呢 除了对它的长短和移动之外 它还会自动吸附你其他的字幕 或者是我们这个时间轴 注意这边有个磁铁 一定要将它开启 然后它才会有这个 吸附的这个特性 如果你关掉的话 我们看到它就不会自己去吸附了 一定要开启 我们看到这些都可以自动吸附上去 然后如果你要用键盘的话 这边我们就是这个中国号 也就是P键后边的这两个方括号键 比如你把光标放在前边 你按左中国号键 它就会对齐到左边 让我们看一下 左中国号 左中国号 那如果你在中间的话 左中国号它会裁剪掉 那如果你在右边的话 就是右中国号 裁剪掉 或者说加长 所以有些时候对字幕的时候 我对不起 我先用光标 调好位置了 可能你会去考虑去拖 但是我们直接按扩号键 可以直接的就实现对齐 那有些时候我们对齐了 发现多了点 赞一下就可以让它删掉 这都是一个很快的操作方式 那这个文字如果我发现错了 或者说想修改 我可以双击 我可以双击进行修改 比如我再打个ArchTime 按下回车键 可以确定 如果再想修改 在选中的情况下 再按一下回车 那我们将来选中删除 再按一下 如果你没有选中的话 然后你按回车的话 它是生成新的字幕 我们看到 生成了上边 所以一定要注意 你只有在选中的情况下 按回车 它才会进入编辑 不选的话会新建字幕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 它的一个修改的方式 这个字幕 比如我们看到 目前加了两个 我们继续呢 往后点击这个工具 再加一点 那我们这边就 人工拖动一些 比如有了字幕之后 我想快速的跳转到 每一个字幕 我们拖动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 高亮显示 你拖动到哪里 哪个字幕就高亮显示 这边还会出现这个 字幕的这个颜色 和文字的预览 那除了拖动的方式之外 中括号键 也可以快速的跳转 右中括号 左中括号 所以不仅仅是裁剪 它还可以去做 跳转方面的操作 这些都是一些 我们在字幕中 编辑的时候 非常实用的技巧 那你在进行排版的时候 通过这些小的技巧 又可以提升 你的工作效率 就是这样的技巧 对 这些技巧的技巧 也不仅仅是裁剧的